明神宗宠幸了一个宫女,谁知明神宗的这次冲动竟然影响了大明王朝的走向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,想要及时获取最新内容,订阅我,期待与你在油管中互动。 皇帝拥有三宫六院,可以说宫里面除了他父皇的妃嫔以及年长的嬷嬷,都是他的女人,所以在皇宫里睡自己的女人,也没人能说他什么。 要是有宫女被皇帝宠幸了,说不定还能够一人得到鸡犬升天,不过今天我要说的这个皇帝非常的奇葩,他自己畏瑟索尼宠幸了一个宫女,谁知道事后却不承认。 最后还是太后拿来一件东西才承认,究竟是怎么回事呢,跟着小圣去看看吧。 一次相遇,那年,明神宗在太后宫中宠幸了一名宫女,临走时说, 近日之事,不允许对任何人说,宫女抱着衣服,害怕点点头,没想到,她竟然被幽禁在宫中十年。 这名宫女就是王淑荣,十三岁进宫选秀,落选之后就分到了李太后身边做了宫女,一次偶然的机遇,命运就此改变。 那天,明神宗像往常一样去给太后请安,恰巧太后去御花园散步,此时,一名宫女端来一盆热水,给明神宗洗手。 明神宗看着眼前这个宫女,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住。 明神宗搭讪道,你叫什么名字?王宫女小声回应,回皇上,奴婢王室。 说完,明神宗说道,你们都下去吧,留下王宫女侍奉即可。 此时暖房里只剩下王宫女和明神宗,气氛异常尴尬。 明神宗一把拉过王宫女,不顾王宫女的反抗宠幸了她。 结束之后,明神宗整理好衣服,对王宫女说道, 今日知识就此作罢,不许泄露出去,否则有你好看。 王宫女抱着衣服,害怕地点了点头,明神宗本以为自己贵为天子。 宠幸一个宫女没什么大不了,但是没想到,她还是要为她冲动的行为买单。 就是那一次宠幸之后,王宫女怀孕了,肚子一天天大起来, 这让太后看出了端倪,因为宫中只有皇上一个男人,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太后悄悄将王宫女带到跟前问道,皇上是不是宠幸了你? 此时王宫女急忙跪下说道,请太后恕罪。 李太后也是宫女出身,她知道作为宫女的身不由己,并没有责怪王宫女, 而是为她做主,找了明神宗谈话。 李太后对明神宗说,王室有喜了。 你既宠幸了她,就该给她个名分。 明神宗说道,她只是个宫女,身份低微,怎能做我的嫔妃? 李太后继续说道,现在你也没有子嗣,刚好王室有喜, 刚好给哀家添一个孙儿,地位低,慢慢加封就好。 明神宗抵不住太后施压,只能封王宫女为王公妃,赐居锦阳宫。 不久后,王公妃就生下了明神宗的第一个皇子朱长罗, 但母子二人都不受明神宗待见,长子为太子。 之后,明神宗的宠妃郑贵妃,生下皇三子朱长寻, 明神宗便想立朱长寻为太子。 结果众大臣极力反对,认为应该立长不立佑, 应该立朱长罗为太子。 明神宗对太后说道,皇长子是宫女的儿子, 怎么能立为太子呢? 李太后生气地说道,别忘了,你也是宫女的儿子。 太子之位的争议,一争就是十五年, 最终明神宗在李太后的施压下妥协。 1601年,朱长罗被册封为太子, 王公妃也被封为皇贵妃, 但是王公妃并没有母平子贵过上优越的生活, 明神宗认为自己作为一朝天子, 居然立太子都不能随自己心愿, 便消极懈怠。 将怒气迁怒到王公妃身上, 更加嫌弃王公妃, 让太子大婚之后就搬到慈庆宫居住。 不受待见的王公妃, 从此十年未与儿子相见, 王公妃被幽禁在宫中, 每日以泪洗面,在门口说道, 请让我见现我的儿子, 但是也无济于事。 直到1611年, 王公妃病重, 太子才得到明神宗的批准前去探望, 只见母亲宫前门庭冷落, 一片萧条, 看到哭瞎双眼的母亲躺在冰冷的床上, 太子泪流满面, 母后而晨来晚了, 太子哭着说道, 王公妃听到儿子的声音, 却看不到儿子的相貌。 只能用颤抖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儿子, 直到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, 朱长骆就这样看着母亲撒手人寰, 王公妃去世之后, 也是被草草安葬, 他就这样结束了悲惨的一生, 都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登上皇位。 王公妃从宫女到贵妃, 这一路走来, 她没有享受过该有的待遇, 最终还落得了哭瞎双眼, 门庭冷落的下场, 可以看出宫廷的冷漠, 看到这, 你是否也对这个可怜的女子心生怜悯呢? 然而, 宫中的恩怨情仇从未停止, 小宫女王室怀上了皇帝的骨肉, 却因为没有背景, 她在宫中备受排挤, 就在王室即将难以为继之时, 李太后为她伸出援手, 此刻, 万历皇帝还未有皇子, 对于这个与王室所生的儿子朱长骆, 李太后心生期待, 皇权之争从来都是残酷的, 在朝中大臣的压力下, 万历皇帝勉强将王室册封为王公妃, 朱长骆也被立为太子, 在这个称号背后, 王公妃依然难以摆脱命运的捉弄, 她母子俩遭受万历皇帝和宠爱的郑贵妃的排挤, 几经波折, 依然无法摆脱被冷落的命运, 而太子朱长骆在大臣们的庇佑下, 勉强度过了朝中风波, 虽然仍受到郑贵妃母子的排挤, 但是她明白只有自己足够强大, 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朱长骆历经图治, 勤奋读书, 锻炼身体, 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值得尊敬的皇子, 然而皇宫之内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, 王公妃在慈宁宫的日子更加艰难, 郑贵妃不仅想要将王公妃赶出皇宫, 还企图让自己的儿子朱长荀, 继位为帝, 她暗中拉拢一些势力, 破坏王公妃母子的关系, 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威胁他们, 在这种极度压抑的环境下, 王公妃的身体每况愈下, 太子朱长骆健壮, 心中痛苦万分, 但又无能为力, 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, 她不得不忍气吞声, 继续坚持在皇宫这个漩涡中求得一席之地, 追封皇后, 赴藏定灵, 万历四十八年, 公元一六二零年四月, 皇后王世崩, 神宗本人的身体状况也已经江河日下, 当年七月, 皇帝陛下指示礼部置办策立郑皇贵妃为皇后的典礼仪仗, 然而还没等到策封大典举行, 朱义军就突然驾崩, 这其中是否还有隐情, 真是不忍细思, 对于神宗来说, 策立郑皇贵妃为皇后, 是保证这位爱妃身后能与自己合葬的最后手段, 但是对于神宗的临终一言, 皇太子朱长骆真的会执行吗? 根据《实录》记载, 朱长骆在尚未登基之前, 就给礼部下了一道皇太子令旨, 让他们讨论进封郑皇贵妃为皇后的礼仪, 礼部左侍郎孙如游立刻上书驳斥, 认为温宿端竞淳义皇贵妃都还没追封, 正是凭什么进封, 核心意思就是你爹已经死了, 圣旨已经变成了废话, 此事就此作罢, 等到朱长骆正式登基之后, 立刻把郑皇贵妃抛到了脑后, 一门心思只想着追封生母王皇贵妃为皇后, 但是朱长骆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突然驾崩, 此事尚未来得及办, 等到皇长孙朱游孝即位之后, 按照先帝遗言, 追封祖母为孝敬瘟义, 竟让真词参天应圣皇后, 当年十月, 明熙宗下旨将祖母的官果从东井迁出, 与祖父神宗显皇帝朱义军, 敌祖母孝端显皇后王室一起葬入定陵, 由于孝敬皇后的随葬品极其寒酸, 明熙宗为祖母补充了, 的三乡随葬品, 至于郑皇贵妃, 皇后梦破碎之后, 只能在仁寿宫低调求生存, 崇祯三年, 公元1630年5月, 郑皇贵妃去世, 享年66岁, 誓约功克慧荣和敬皇贵妃, 葬于定陵内银前山东路, 虽然没能实现和神宗皇帝死则同学的梦想, 总算也没有离得太远, 结于, 定陵之中一帝二后的葬至, 其实是明神宗一生的痛, 身为九五至尊, 他一时冲动, 临幸了一位当时, 看上去很可爱的宫女, 却没有想到, 要花一生的时间来为这个错误买单, 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, 神宗清楚地知道他已经无力阻止王公妃与自己合葬, 但是只要郑皇贵妃能够被封为皇后, 无非就是在定陵中, 再多放一个光果的事情, 这在明朝也不是没有先例, 神宗的高祖父宪宗, 其茂陵之中便有一帝三后四副光果, 分别是宪宗纯皇帝朱建身, 原配孝贞纯皇后王室, 孝宗生母孝母皇后继世, 以及世宗祖母孝慧皇后少世, 可惜为了国本问题, 神宗、 郑皇贵妃, 福王和文官们斗了几十年, 双方之间的仇恨根深蒂固, 他们又怎么会让郑皇贵妃与神宗合葬呢? 哪怕是郑皇贵妃的亲孙子, 小福王朱游松在南京称帝, 也只能在重重压力之下, 追封祖母为孝宁温穆庄会赐一线天玉圣太皇太后, 而非孝宁温穆庄会赐一线天玉圣皇后, 根据我的猜测, 若非南明在短时间内迅速灭亡, 朱游松日后一定会为了祖母的名分和东陵党人在大战一场。